欢迎您收看四月八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宇宗翰 现在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机情况 今天呢 迎封面的北部与东半部地区有些许降雨 各地白天高温均有二十度以上 中南部上看二十九度 周五周六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回升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西班牙中共肺炎危机加剧警告被忽视 继续新国广播公司TBC的报道 中共肺炎代理首相拉布表示 有信心首相强生将会痊愈 接着看到大全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美国疫情死亡人数破换 多地疫情出现趋缓迹象 继续看到大全时报台湾版报道 首计四十六万中国企业倒闭 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来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布 经济事态宣言 预估减少八成接触机会 来看到韩国超协日报报道 韩国警方对协助赵助兵 管理N号房的十八岁共犯 申请了拘捕令 早安新闻人先来看到中共肺炎 肆虐全球最新统计有超过一百三十八万人 确诊夺走超过八万条人命 日本感染中共肺炎的人数 周一突破四千人 首相安倍晋三宣布 从八号临时开始 日本七个一般行政区将进入紧急状态 回席一个月 安倍也呼吁 虽然在限制令的情况下 日本政府会努力维持一般民生需求 但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民众要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针对东京等七个都府县 发布经济状态宣言 让这些区域全面戒备 东京都知事消失百合子周一强调 东京不会封城 不会强制限制市民移动 日本经济群家估计 东京封城一个月 个人消费将蒸发二点五兆日元 折合台币约七千亿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七号对东京大阪等七个都府县 发布紧急状态宣言 八号成效为期一个月 渴望在黄金周廉价 五月六号结束时解除 东京都知事消失百合子 前一天强调东京不会封城 也不会限制市民生活必须的移动 请市民不要恐慌 据日媒报道 根据东京都政府目前规划 除了就医上班级购买食物之外 原则上不希望东京居民外出 要求暂停开放的设施 包括学校和补习班 以及购物商场 电影院 KTV 健身房 理法庭和 居酒屋等娱乐场所 正常开放的设施则有 医院 药局 超市 便利商店 银行及公共交通部门等 但必须采取防止感染对策 才能营业 然而紧急状态 只赋予日本政府调配资源的权利 无法强制民众不得外出 同时与其他国家封城不同 日本对违反要求的行为 并未制定法则 加上只在七个都府县实施 不扩及全国紧急状态 能否发挥效用 受到质疑 日媒报道 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 木内登英估计 如果东京封城一个月 个人消费支出将短少二点五兆日元 这核台并约七千亿 如果延长到三个月 将减少七点五兆日元 比金融海啸还严重 对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 欧运延期 与此同时 日本寄出规模 一百零八兆日元的 紧急经济对策 其中六兆日元将以现金 发给陷入困境的家庭 及中小企业 另有二十六兆日元 将补助税金或社会保险费 延迟缴纳等 英国首相强生 因为中共肺炎病情恶化 转入家户病房 内阁大臣哥夫透露 强生目前接受抒养治疗 但尚未需要呼吸机 而随着英国疫情升温 政界有越来越多声音呼吁 英国应该重新审视 与中共的关系 以及和华为5G的合作 英国首相强生确诊中共肺炎后 周一病情恶化 在下午被送往家户病房观察 他有身孕的未婚妻 则是在推特上自破 过去一周有中共病毒的症状 现在逐渐复原 不过并未接受检测 英国内阁大臣哥夫透露 强生并没有需要带上呼吸器 如果病情再有变化 会再发布正式声明 强生将植物交由英国首席大臣拉布代理 继续来执行政府击退中共病毒的计划 随着疫情在英国升温 追责中共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根据英国智库 亨利杰克逊协会的调查 由于中共的掩盖与疏忽 造成疫情在世界肆虐 依照国际法 英国可以向中共索赔3510亿银银 政界也开始呼吁 要英国政府重新思考与中共的关系 以及和华为的5G合作 史密斯提醒英国对中国制造的过度依赖 以及中共对于人权与信仰的迫害 都是要重新省思与中共关系的原因 英国国会议员葛林也刊文指出 英国政府让中共参与5G网络制造 是错误的战略 提醒英国绝不能信任 共产主义下的中共政权 新唐人眼的电视长节 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 白宫和对任因达成非常友好的协议 未来三个月 对任每个月将会为美国带来超过 5500万片口罩 不知不同业工会发文表示 N95口罩的发明者是台湾工程师 蔡炳毅博士 N95口罩的关键在于至少能过滤 95%的流感病毒灰尘等 由表面抗湿层 过滤吸附层 以及贴肤层三个部分所组成 蔡炳毅目前拥有12个美国发明专利 超过20个商业产品授权 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BMW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低级包括高档品牌BMW Mini和劳斯莱斯在内的汽车 全球销量下降百分之二十点六 至四十七万七千一百一十一辆 胡润研究院六日发布报告表示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的两个月以来 疫情蔓延 让胡润全球百大企业家的财富 蒸发二点六兆人民币 约薪台币十一兆元 财富减少的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六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昨天说明 台湾面对中共肺炎医疗准备 跨入第三阶段的营营作为 并针对疫情如果扩大 要进入第四阶段时 应变医院和直立医院 对病患如何进行分藏分流 进行说明 清明廉价一过 星期一一天内就有一千八百人次 接受裁剪 相当往常一天八百到九百人次 裁剪量倍增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这是跟上周宣布扩大裁剪有关 希望被漏掉筛检的感染者越少越好 除此台湾进一部部署医疗准备作为 定定六大策略 包含扩大检验 社区监测 扩大收治 盘点病床 持续征用 分流转送 中共肺炎爆发三个月 台湾确诊人数逼近四百 国内医疗院所对疫情的因应与 准备跨入第三阶段 并且已经进一步规划 如果疫情扩大 应变医院在第四阶段的因应方式 目前全国指定检验机构有三十四家 每日最多可检验三千八百个检体 疑似各岸社区裁检院所 有一百六十三家 专门收治轻症的应变级隔离医院 有一百三十四家 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区域 及医学中心有五十二家 未来如果疫情扩大 有二十二家指定医院将只进不出 只收治中共肺炎患者 病床的部分 目前全台负压隔离病床有九百七十床 普通隔离病床有九百五十八床 专则病房病室有一千七百一十一床 指定医院如果全面清空 则可控下病室数两万九百八十五床 此外全台呼吸器有九千九百三十二台 地级可用的目前有一千三百台 集中检疫场所现有一千五百五十三床 目标朝向三千床迈进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彦玲 台湾台北报导 几日前总统蔡英文宣布 捐出一千万片口罩 给欧美及友邦国家后 台湾国际援助再出击 外交部昨天宣布将捐出总数 约一百万片的口罩 给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等 七至八个新南向国家的医护人员 与国际社会携手共渡难关 随着口罩产能持续上升 日前台湾捐出一千万片口罩 给欧美及友邦国家 外交部七日再宣布 第二波援助行动将扩大对象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印度 缅甸 印尼等 七到八个新南向国家 新南向国家并不是全部 因为我们是对方国家有提出需求的 我们才做回应 七到八个数量大概都有一百多万总共 因为我们整个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下一批其实不包括 不仅是包括新南向国家 也有包括其他的 外交部也透露 若行有余力不排除捐给日本 另外总统蔡英文六日首次以视讯方式 接近十九位来自密涅瓦大学的毕业生 蔡英文表示 防疫国家队让他感到很骄傲 除了分享台湾的防疫经验外 蔡英文也表示 尽管承受来自外部孤立的压力 却为阻止台湾向他人展示人道关怀 他也代表台湾人民宣布捐赠口罩 药物及技术 给医疗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 与国际社会共渡难关 台湾防疫成果获得国际高度赞赏 韩国媒体专闻再度大赞台湾 不信中共而成为防疫模范生 韩国大报朝鲜日报六号发表文章 以台湾意大利的疫情来做对比 意大利疫情严重 但临近中国的台湾确诊数 却能维持在四百例以下 引述专家分析这证明了 越不信任中共就越安全 中共执意隐匿操作情报 终有一天会被全球供应链 及自由贸易秩序排除在外 凯亚胶原湿木鱼金 严选溯源履利湿木鱼为原料 委托双刃症加工厂 独特技术精粹而成 无抗生素等化学药物残留 无防腐剂 调味剂 调色剂 全鱼萃取 丰富的氨基酸 鱼鳞中含有更多的胶原蛋白 更小的分子 人体更好吸收 补充体力 增强免疫力 凯亚胶原湿木鱼金 营养好吸收 喜乐之泉 有机黑豆酱油 源自大地最纯补的美味 给您最安心的食品 使用顶级有机台湾原生黑豆 坚持品质管理 原料冷藏保鲜 珍贵二次酿造 三百六十天制成 搭配纯净水源与澳洲海盐 成就健康好酱油 喜乐之泉 让身体微笑得好味道 光可以更自由 情境变换随心定义 光可以更方便 行动APP一直掌控 光可以更健康 智慧感测 人性调整 以无限代替有限 以无限创造无限 无限空间 无限想象 Avi 运气的营养补给 饮酒黑麦汁 没有工作效率 饮酒黑麦汁 发育中缺补钙 饮酒黑麦汁 严选澳洲进口 大麦精酿而成 百分之百养生黑麦汁 多种营养成分 无糖磷添加 无气泡酒精 补充一天的能量所需 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饮酒黑麦汁 吃素也可以哦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 二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 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成进 能够成功相容 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 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成进科技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发推文 谴责世卫围绕着中共转 在今天台北时间上午六点记者会上 川普也宣布 美国终止对世卫组织的捐款 美国总统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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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y actually criticized and disagreed with my travel ban at the time I did it and they were wrong they've been wro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and then a lot of information early and they didn't want to they're very they seem to be very China centric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hold on money spent 川普也在推特写道 世卫真是搞砸了 过去大笔的钱 都是美国捐给他的 现在却以中共为中心 川普还说 幸亏我一开始就拒绝了 他们的提议 没对中共开放边境 为何他们要给我们 如此错误建议 据统计 美国每年向世卫捐款 超过五亿美元 占世卫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 目前全球联署 要求世卫秘书长 谭德塞下台的人数 已经超过七十四万人 被指示中共肺炎的发源地 拥有千万人口的 湖北省武汉市 从一月二十三号 被下令封城后 历经七十六天 在今天零点解禁 所有人可以凭健康证明 离开武汉 然而专家表示 当地无症状感染者 至少还有一万到两万人 官方数据显示 今天会有两百七十六列 旅客列车 从武汉地区的各站 来开往上海 深圳 成都 福州 南宁等地 约五万五千人 离开武汉 其中前往珠三角的旅客 就占了总量约四成 另外武汉交警预测 今天高速公路出城的车辆 预计达到一百八十万辆 人口大量流动 也成为疫情隐忧 中共肺炎原起地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封城七十六天 宣称将在八号 解除对外交通风管 但根据官方公告 解封后仍有诸多交通 与车辆限制 社区封控甚至比平时更严 另外大纪元最近获得的 武汉市黄皮区卫健局的文件 陷露了中共任由民众和医务人员 感染病毒的抗疫真相 武汉市解封令被废 四十五个先前被公告成的 无疫情小区 因为出现无症状的新增病例 被重新关闭 七十个小区被取消或暂停 无意命名 疑似有疫情 二次爆发的危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呼吸与维重症医学科 首席专家杨炯表示 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 占百分之零点一五 到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也就是大约有一万到两万人 中共肺炎疫情肆虐全世界 全球一兆难求 但中国出口的口罩 屡屡被曝质量问题 大陆口罩代理商 揭露口罩生产的多种乱象 包括无资格证书的工厂 一哄而上生产口罩 市面上百分之六十口罩工厂 完全没有无菌车间 质疑这样的口罩 谁敢戴在脸上 未经法院审判和定罪 任何人都是无罪的 这是一个基本法律常识 然而中国的中纪委 和监察部网站挂出通告 启动所谓天网二零二零行动 声称要对全世界范围内的 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赃 引发舆论哗然 其中官方通告罕见指 追逃追赃 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保障 被质疑是否是当局缺钱 新唐人也在电视 中文报导 中共病毒还在迅猛蔓延 中共被指为了复工 营造疫情受到控制 与所谓清零的假象 有网友7号在推特 发出影片质疑 武汉为了清零任务 死了人也对外保密 小区物业瞒着不让上报 漆黑的夜晚 一个社区内多名身穿防护服的人 偷偷无声地抬着尸体离开 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克莱曼6号表示 上周向ICC国际刑事法院提告 目前已经收到法院通知 他控告中共政府与共军 违反国际公约制造生物武器 犯下反人类罪 造成中共肺炎危害中国人与世界 克莱曼说他有信心ICC会启动刑事调查 他强调中国人民很好 但邪恶的中国共产党 必须向法院与上帝交代 非常严重,正如我以为我认为了 我们也 filed了一个随意时 决定侵入属于 Jerusalem, Israel 昨天上午 我会聘请网友证事室 从全世界上远 认为 Argentina, India, Turkey, Poland, Nigeria, Lesotho, Sri Lanka 我被 continued延 Mass,我可以壞更 estás。 The world is rising up. và這樣攻防 trying— What China has done,很難 realizing the Chinese people, they justなら revolutionist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o all the world consideration. We don't hate the Chinese people, they're good people. In fact, 30% of them who signed up for our classic action, approximately, our Asian American people, scholars and Chinese. They're patriotic people that came from China to get away from the dictatorship. But it's an evil regime. 克莱曼出示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的通知书 通知已收到诉状并登录 克莱曼诉状文本上列名的被告 包括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中共军队首席生化武器专家少将陈威 武汉病毒研究所及主任石正丽等 他3月18号向德州联邦法院提起民事集体诉讼 向中共当局与共军求偿20兆美元 他表示正联系世界各地律师在多国控告中共 也正募集更多人参与集体诉讼 生态渗透基地 长效保湿 锁水坛润 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机 全新台湾野莲系列 原生活 21世纪新型水上交通运输工具 快速节能船 不怕风浪 速度越快越省油 环保节能 安全便利 俄国军方技术转民用 由俄罗斯Radar MMS研发制造 航空结合航海科技 应用多元 医疗救援 无受限制 亚洲区总代理征宇科技 诚挚邀请您 一同打造惠来海上蓝色高铁 做厂商 通过国际认证 诚信 专业 顾客优先 纯意境 为您的需求精雕细琢 阿里山下的纸翠瑰宝 月桃故事馆 大自然的秘密作礼 根 金 叶 紫 皆可利用 以科技结合传统智慧 萃取月桃精华 月桃故事保养品系列 唤醒肌肤的秘密 月桃故事扩销系列 舒缓身心 品味生活 健康 永世 乐活 月桃故事馆 感言美容最佳盛品 台湾好天相逢原汁 台湾原生种相逢 丰富的川橙皮素 了解生理机能 幸福灵促进行程代谢 橙皮肝橘皮素 让你增强体力维持健康 自然农发过原 现彩持送冷压 S&Q国家品质认证 给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张 相逢最健康 台湾好甜 中共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盛剧 近期无薪假人数评创新高 纾困记者会第二波聚焦 劳工就业议题 除了拍板补助自营工作者 也规划提供劳工 第一例纾困贷款 要协助民众度过困难时期 至于如果受到疫情影响而失业 政府也盘点公部门职缺需求 预计将提供六万个 短期工作机会 纾困城市中第二波记者会 由政务委员龚明星 劳动部长许明春带头 聚焦老公就业问题 台湾无薪假人数创下新高 不过官员强调 不打算大规模发放现金 而是要把钱花在导口上 如果发放现金的话 状况会比当时发放消费券 还要更糟 针对性的哪些人 可能会遭受到失业的冲击 我们给予最集中式的一些救济 纾困第二阶段 重点放在自营工作者 政府拍板每人每月补助一万元 一次发放三个月 涵盖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住宿餐饮 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等产业 共计一百三十三万名劳工 渴望受贿 所以我们认为说 应该以这些冲击大 然后薪资较低的这些弱势劳工 列为优先协助的对象 规划是我一次就发三个月 一次就发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这个 特别预算能够尽快通过 那就是尽快通过 我们就尽快来发 劳动部也将推出劳工低利纾困贷款 每人最高可贷十万元 利率百分之一点八四五 政府全额补贴第一年利息 还款其兼为三年 提供五十万劳工申请 而政府也盘点工部门实行打工机会 安心上工计划 四月中旬上路 首波释出一万五千个职缺 共提供六万个工作机会 公共服务短期上工计划 释出七万人 两项计划将协助十三万名劳工 政府寄出短中长期计划 希望稳住国内两百万就业市场 让疫情过后经济能快速起飞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也为在第一线维护人民安全的 所有医护人员至上最高的敬意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余宗翰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